记得陪朋友去做产检,遇到了一个宝妈,之前已经有两次碰妇产的经历了,可还是想要第三胎,看到走廊里老公领着两个女儿。 大家就都明白了,这是不要儿子不罢凶啊,可是医生却不介意他再次怀孕,告诉他子宫破裂的风险很高,无奈他指引如此,医生只好说,这样吧,命运早期要来做一次检查。 我给你排除一下疤痕处妊娠,一定要来啊,什么是疤痕处妊娠呢?所谓疤痕,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吧,就是抛妇产手术时,在子宫的切口位置留下的疤痕,疤痕处妊娠,也就是妊娠脑在子宫疤痕处中床了,这样的话妊娠的风险就随之而来了。 一般来说,抛妇产手术的切口,都选择在子宫下段,当在侧怀孕,妊娠脑就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着床,而这个切口处又比较薄弱。 抛妊娠脑就很容易穿过疤痕基层,跟周围组织粘连在一起。 更严重的情况就是,抛妊的血管会穿过疤痕基层,子宫外层的包膜,进入到膀胱。 因为胎儿在发育过程中,是通过胎盘输送氧气和氧量,胎盘就会大量吸收周围组织的营养,血管会快速生长,而且血管的穿透性和延伸性会很强,导致子宫和膀胱等组织粘连。 在胎盘还很小的时候,可能看不出什么,当胎儿发育到一定程度,就会发生危险,发痕处本身就薄弱。 子宫年代胎儿的张力,会让发痕处成受不了,就会发生破裂的危险,进而扯动胎盘周围的组织,导致大出血。 而看到过胎盘的宝妈都知道,胎盘的血管是非常粗的,如果发生大出血,数分钟之内就会达到几千毫升,引起很多器官的衰竭,产后大出血也是很多医生束手无策的。 即使在医疗如此发达的几天,仍然有产妇因为大出血死亡,运早期可以检查出发痕妊娠吗? 一般来说,胖腹产二胎发生发痕妊娠的可能性还是不大的,如果是三胎,建议还是不要生了,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。 只要密切观察,按照常规做产检,很多问题都会及时被发现,宝妈们也不要过于担心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